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您乖 这几年骑单车运动 真的是超夯的 台湾不但是自行车的王国 而且U-Bike成为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城市单车 那很多人的人生 从小卡打车 乃至于后来热爱上自行车 或者单车的运动 这背后都有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跟故事 今天健康好生活要好好教大家 怎么样健康生活骑单车 因为单车没有骑正确的话 搞不好会有运动伤害跟后遗症 好我们今天现场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医生好朋友是黄冲林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苦科医生好朋友朱家宏医生 大家好 再来今天我们现场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自行车 超级自行车达人林彦诚 大家好 好 演艺圈也有热爱自行车 今天小甜甜带着她的小粉红一起来 甜甜也是这个自行车的爱好者 对我近期内算用自行车得到了蛮多的收获的 好待会好好让你分享你的故事 再来听说有七台小泽今天带一台来的Eason 大家好我是Eason 小泽现在已经是我每天的这个交通工具 我出门上通告都靠他 好都靠他那接着下来 还有一个更厉害带着他环游世界绕三圈 环游世界三趟的单车达人周左翰 左翰好 大家好 好 这个我很惊讶 我们这个制作人说要发 我的单车运动 我的单车人生的通告 竟然先发甜甜 我觉得一定要发我 因为我已经骑很多次来这边露营 被警卫挡住了 对 小红被挡 对 他被挡了 他说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没有脚踏车的停车位 不是挡车子吧 他挡车子 对 所以他们应该都知道 我这很爱骑车 因为我都会骑凹踏车上通告 好 OK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热爱你的小粉红 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 介绍一下你的小粉红好不好 其实一开始是潘若迪 他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上线 然后他应该有在 就是坐那个脚踏车行销 但我们好像都被骗了 因为一到遇到我们就说 你不觉得人生应该有一台脚踏车吗 你用脚踏车之后你才能瘦 瘦得漂亮才能健康 然后就讲得头头是道 然后我们每个人就这样子 被整个觉得好像要一台 他就说好 没关系 我马上帮你处理 他速度超快 他也不管你说要还是不要 很快那个厂商就跟你联络 他就说你的脚踏车 大概煮多少钱 你要什么样的配备 什么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就跟潘若迪讲说 好 我可以买脚踏车 但是我要一台会招桃花的脚踏车 你办得到吗 他就说可以 小桃花 对 然后后来这我就说 他就说完全就是 桃花脚踏车 对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 他可以请张维中帮我加持 这张维中加持过 他说你看这是桃花 桃花会来 你骑出去自然而然 桃花就会来了 好 田田我们想象一下 你骑小桃红的桃花 我跟你讲 我是很性感的 因为我每次都会觉得 那影集里面不是女生 穿那种吊嘎 然后很短 然后我就会 你上次的姿势很不性感 我当然是先上好之后 在骑上路谁会看到 然后我就会这样 就这样 要这样 要拱 背要这样子 背要拱 胸部要挺出来 现在不稳 然后你的屁股要有点翘 然后你就要一直骑 然后你要保持微笑 你还这样子抬头保持微笑 我跟你讲 就算上坡你很吃力 你还是要笑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是不是这时候 有一些桃花会跟你错过 那这台小桃红 真的有招来桃花吗 我跟你讲 因为你知道有一次我就好 好可怕的车 你知道我跟你讲真的 因为我内湖河濱 很常在那边骑脚车 有一次我就晚上骑出去 我等下要猎 我就要猎兽了嘛 我就要去找男生 然后我就骑 骑 骑去远处 就很远的地方有穿那种荧光 像很多健身那种帅哥啊 运动不是都穿荧光 都穿荧光 都穿那种啊 都穿运动衣 对 都穿 然后那种风衣的外套 然后会在那边跑步 然后他就在骑脚车 远处然后身材很好 而且因为他骑在脚车上 看不出他实际身高 但背影好好看 那我就骑过去 我想说我一定要引他住 因为我的脚车车也是荧光的 结果骑过去 最好那个人叫我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 潘洛迪 哦 灭源 对啊 然后就 灭源 招来灭源 烂淘啊 真的是 真的 那我问一下Eason 你号称有七台 这一台是 这一台是陪伴我最久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领到人生的第一次的版税 然后总共是一万多块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 领到 我出版社没被你弄倒 已经倒了 税才一万多块 因为我们比较多人分了 对 他们以前帮过片 是不是很惊奇 然后那个时候 我拿到人生的第一份新手 我想说好开心好开心 可是那个时候我的摩托车 要修的话一万多块 那时候我就经过一台假托车店 然后我就看到这一台假托车 就他 也刚好是一万多块 这台要一万多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面临人生的选择 我就想说 到底要是去修假托车 修摩托车好还是买假托车 最后我选择买假托车 然后就没想到呢 他刚刚那个招财 招桃花嘛 我真的是招财 招财多招 因为呢 我就是用了他以后呢 我发现 我不但省了交通费 我一个月多了差不多七八千块 有可能 对 我就不用去搭计程车了 因为他 所以我全部都省起来了 坐上来一下 秀一下 那你的小折有哪些配备 我发现你前面这个前灯 不好意思 我的 座位店刚刚调太高了 我现在 我现在有点 就是 跌脚的状态 这身体太差了 我提醒大家 假如说要 补了自己的身高 我现在很轻 这样提醒大家 这是错误的高度 没错误的姿势 每次都故意用那么高 对 因为我就想说呢 人家看到这台假话车 就想说 哇塞 是哪个帅哥 高个帅哥 坐垫很高这样 所以我都故意把坐垫调到很高 而且他脚越来越都悬空 好危险 然后他会摔下去 好 所以这台是你的招财车 刚刚也是骑他来摄影棚 接通告路 对啊 没错 哦 那你怎么会买了七八台 因为我后来呢 除了小折之外呢 我就看到了一个 就是那种竞速假话车 他是龙头可以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的 那种可以玩特技的那种 我在YouTube上面呢 我就看到说 哇塞 他们那个是可以 就可以翻啊 可以就甩车子啊 我就觉得很帅这样 结果我就在 拿到第二笔薪水的时候呢 我就去买了那台车 结果买了那台车以后呢 跌个狗吃屎这样 因为那台车不是 一般人可以骑上去以后 就可以驾驭 他那时候要花很多很多时间练 所以那台车现在就被我丢在老家 所以这台是最爱 第一台 然后最招财 对 最招财 那问一下左翰 左翰厉害 听说你环游世界三趟过 我之前骑脚踏车 流浪啊 怎么这么厉害 而且这台 这台是骑过几十个国家 对不对 这个轮值这么小 我们是 这个吗 其实轮值大小跟那个 无关 齿轮比和轮值大小的搭配 才会跟速度的关系 那这台车的特色是 因为它就放样的五个点 跟大车的geo matrix是一样的 这两台都是你的车嘛 那这台是你的环游世界车嘛 这个是我们之前有去带团 然后我们七月会出一个新书 分时分段环游世界 然后年纪对照 去年他完成环游世界78岁 哇 78岁环游世界 上次刘景彪董事长 就巨大的老板 73岁环岛 我都觉得好厉害 因为他旁边有司机跟衣物单位 随时幻力中暑 这种天气会中暑 对啊 没错 对啊 他有人在 那78岁环游世界真的很厉害 对啊 那时候我们 我们是每分四年 每一年就一段 然后第一段我们是 就是新疆边境 然后第二段就是从 就是从新疆旁边 骑到土耳其 伊斯坦堡 再来是伊斯坦堡骑到荷兰 然后再横越美国 去年完成 哇塞 你在环游世界一趟要多少天 我刚才讲的是 用这个车去带团的 那我自己去环游世界的话 有另外三次 然后一次是 四个月 然后还有一次是九个月 然后最后一次是八个月 我们从新疆开始骑 骑到德国再去南美洲 哦 那你为什么会 这么热爱脚踏车 我高中就是自己一个人住 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一群 车友在士林车行 我就加入士林车队 就跟他们一起练车 那很喜欢那种感觉 因为很少运动能像 脚踏车一样 他能在一天之内把你带到一个 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那个范围是很大的 那个风景可能有山路 可能有海路 可能有上坡 可能有下坡 我喜欢跟人就是聊天啊 跟人家搭讪啊 那你边骑车还可以边搭讪 来 对啊你要怎么搭讪 骑上人家坐驾一下 当然就是要就是下来之后 然后跟人家搭讪 下次多骑一下内湖 就可以遇到小婷子 我都骑过冰公園那一条 对 通常我们在 环游世界的时候 行李很多嘛 对 那会停下来跟人家聊 行李都挂在这里 我们会有七个包包 然后前面怎么搭 它会卡到轮子不是很危险 就像我自己的环游世界车的话 它是有前货架 后货架 然后上面也可以放 前面这里还有一个袋子 就我不需要背在身上 它也不会造成我 可是你的行李至少比方说 有一二十公斤之类的 对 全载大概40 全载40公斤 所以脚踏车才需要选比较好 钢性结构比较好 对 那你沿路有没有抱过胎 或者车子挂点过 那一定啊 一定会有 环游世界车子跟一般竞赛的车子 对 是差很多的 是竞赛的 反而 环游世界车会比这便宜很多 它都是刚做的 对不起 我们比较一下 这一台车是环游 这一台轻 这台我也可以这样子 你知道有一些人家这种 但是我单臂没有 男生就超帅 男生就会那种单臂马上架起来 这一台真的是轻 这是环游世界车 那这一台是竞赛的车 竞赛更轻 看起来好专业 竞赛更轻 但是因为这你轻较 没有感觉大摩 所以真的你遇到什么trouble 就是它这个车架 它有损伤的时候 它其实很难维修的 像我自己用环游世界车是钢管的 那其实维修上是非常好维修 你任何的 在落后的国家都有汽车修理厂 汽车修理厂可以帮你电汗 像我有一次货架游游孔就整个被切断 然后就是汽车修理厂在比利时 他帮我电汗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出去的时候 常常经过一些 治安比较不好的国家 我被抢过 你是放着跟人家聊天 回那种40公斤的行李 有 我的朋友在 我朋友的东西就是跟人家聊天 然后东西 整台车被拿走 整台车还是整个行李 整个车 整个车 他锁了 然后隔着毛玻璃被骑走 就我环游世界的partner 然后我发现 你今天的鞋子 跟我的就不一样了 这个 你这个是专业的钉鞋吗 这个吗 这个是卡式的踏板 它有点像滑雪板 因为我们可以用到 不一样的肌群在踩踏的时候 你上来一下 我发现它的鞋子 前面有一个卡住的地方 有卡住 它要卡这个脚踏板是不是 那你现在脚就完全离不开了吗 但是重向的话没有办法 那这个卡的鞋跟卡的踏板 它是定制的 对不对 它要一套它才能卡得住 对 这个就是专业的鞋 那我们都是普通球鞋穿一穿就好 就像我 甚至端脚就可以用回拉力量 这个要练习 这要练习 上坡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轻松 它会带着你往上踩 可是没有练习的话 你就很危险 因为有可能 你就临时要刹车 拖不开来 就连人带车整个倒下来 对啊 因为刹车之前还要先 记得把它离开 真的 最有特殊的解法 就是你要撑开 要旋转横向这样打开来 那他们都说 刚开始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都要摔三次 对 没错 就是你 大家车店的老板都会说 你要是开始用卡鞋 就会摔三次 他说有时候你就忘记了 然后你就整台车 连着人就倒下来 就整个全倒下来 因为那车 脚拔不起来 因为忘记怎么拔 所以要先练习 一直练到变成反射动作 那我自己也摔了好几次 我才 后来才变成习惯了 那黄医师这几年骑脚车 是非常热门 很多女孩子像我们 都还觉得可以运动 可以减肥 那台北因为U-bike 这个全世界数一数二夯 很多人很热爱U-bike 我们也不要今天看到这个 就想说好 我今天要开始运动 就先从这个开始 从那个开始 其实不用 像U-bike本身就是一个 蛮好先让你入门的一个健身 或者是运动习惯的一个 入门工具 你说不用太专业 我们说我们现在 这个21世纪最多的疾病 什么癌症 心血管疾病 忧郁症 其实光骑脚踏车 你如果每天规律的骑 半小时到一小时 其实这事情都会解决 比如说 以这个心脏病风险来讲 你如果每天骑这个5公里左右 那么你就可以减少 50%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几率 如果是以体重来讲 你每一天呢 如果骑30分钟 那你一天大概就消耗掉 每小时再消耗掉300卡 那么一年下来 你就可以维持 小这个减5公斤的这个 达成你的这个目标 那至于我们刚刚说 忧郁症的部分 那样波特兰州立大学 就有研究 就是每天骑 每天骑的话 你的忧郁症的症状 就会渐渐改善 所以还有癌症 像乳癌 也有很多一些癌症 都因为你有这个规定运动 那乳癌的机率就降低 每天骑30分钟 你看不多 这些研究都是30分钟到一小时 你的癌症也减少 心情也变快了 心血管疾病也减少 然后体重也降低 问一下朱医师 你为什么会玩三铁 很多人说骑自行车 包含健身房 很多人骑那个飞轮 都觉得那个是 对心肺功能 很好的运动 对 因为脚踏车 对于一个骨科医师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 完美的一个运动 因为它你现在看 你以为脚踏车 是用一个下 就是用腿在踩的动作 可是事实上 它上半身要往后拉的 尤其是 如果是你在上坡的时候 你在出力的时候 它这个上半身是要往回拉的 所以这个胸大肌 或者这些 其他上半身的肌肉 都会使用到 然后它也没有一个 大量的撞击 如果它像这些职业选手 他们的话缘 都是非常的职业性 所以他们这个 效率都会非常的高 核心肌群也要使用到 对 所以你如果说 你骑脚踏车会晃来晃去等 它的基本上 它的核心肌肉的力量 就是不足 如果你一开始 你只是刚开始骑脚踏车 当然你会觉得 U-bike那个车最好 因为它是正向 正面的 所以你的柔软度 你的肌肉力量 都不需要那么大 对 你只要用你的大腿去踩就可以 可是这个公路车 在拉的时候 它是整个身体在拉 所以它的效率才那么高 这些职业选手 在骑的时候 它时速可以到达五六十公里 所以你们看到这么 high的car 你们都觉得是 heelor 我跟妳讲 我会很羡慕 开始会觉得说 还不错 但久了就会讨厌 因为它太拽了 就像自己变速 然后越来越怪 然后拿水这样喝 你会觉得 它是故意来炫耀的 我们骑这一种就很忙脚踩 然后就骑到了 他们就呼啸而过这样 他就是那种会那种 我们那边掉着 他就说 然后就骑过去 对啊 你们觉得真的是 不同世界的人类 不同世界 而且它整个配备 就是已经专业到 风味着 对 你看它的裤子 袜子 鞋子 衣服 连长相都越来越像脚踏车 就人车合为一体 对啊 它已经完全合为一体了 可是注意事 像我去荷兰 他们满街都脚踏车 可是他们几乎大部分人 都是你刚刚提到的这种 都是这种菜兰车 真的还可以讲电话 可是也是骑得很快 对 对他们来讲 其实这个好像是他们 一个风俗的 天天生闻的 对 这个就是你把车子 当作是通勤的工具 还是说像这个是运动 或者竞技的工具 那问一下田田 骑车有没有摔过车 有没有运动伤害 我觉得我最主要运动伤害 是因为骑到 因为我们没有买车库 所以其实屁股会很痛 然后常常你这样摩擦摩擦 就是大腿内侧都会破皮 就是破皮 你会磨到大腿内侧 真的会啊 因为它是要整个卡在里面 就是这里好痛 然后在女生的三角地 在那里真的很痛 因为它跟它一直碰着 一直碰着 对 会呕呲 因为呕呲的那种痛 当然你也看不到 到底是呕呲 就是会那种痛 然后在你的脚什么 基本上都会拉伤 每一次 因为我们每一次骑 其实都骑蛮久了 四五个小时以上 你们骑哪里 骑四五个小时 我们常常路线不一样 对啊 我们每次过来路线不一样 然后这一趟行程 可能就真的存风景的 或吃东西的 或去探险的 我们连夜市都是骑脚踏车 去逛夜市 哪里的夜市 士林啊 饶河啊 对 所以我们 都是河滨公园 对 从河滨公园骑骑骑骑 然后再来就是 那里有篮球场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 小鲜肉在打篮球 然后另外同时 它也有棒球场 你也看到小鲜肉在挥棒球 那另外呢 它那里有那个游乐 游乐器材那个尴尬 你有时候会看到小鲜肉 在那边练那个 这个鸡群 你为什么不去正山坊 一次看能够就好了 不是 正山坊太小 你就只有在那个房子里面 但这是一整条都可以看的 然后类型都不一样 然后慢慢慢慢就起 然后沿着原山那边起过去 然后我可以 骑到天母也是一个点 它有一个插路是到天母的 有一边是到士林 我觉得这两边都蛮推荐的 到士林你就可以吃一些小吃 所以你先看完小鲜肉 再吃小鲜肉 对 真的 那真的很多 你都放在好多 因为还有跑步的 还跑步的 你就知道鲜肉 所以你的自行车之旅 就鲜肉之旅 对 而且我还 我因为高原被你鲜肉 好像酒店这样子 你知道 因为我还装了超多灯 你看像我们 哪里在超多灯 你看这里有一个灯 这里有一个灯 我们可不可以让它闪一下 可以 这个 就是它也可以闪 然后也可以让它定住的 然后这个也可以闪 然后这样子 屁股也有后灯嘛 对 就是这样子 你的小桃红配备也是蛮完整 对啊 然后为什么要有这种的比较好 就是如果你有看到不错 鲜肉你就可以这样吸引他注意 你就可以照他 打光是这样 就是跟他讲说你被点到了 对 这样子 过那个坑以后呢 整个这个车子很像是 有水轨在拉这样子 就震了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 我要洗脚底板的时候 我洗不到 然后我想好像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事 那你直接撞起你的椎间盘 直接当然会吸收到这些震膜 人家下去就瘫痪 哇 脊椎 太严重了 脊椎 真的 好危险 为什么要有这种的比较好 就是如果你有看到不错的鲜肉 你就可以这样吸引他注意 你就可以照他 打光是这样 你跟他讲说你被点到了 对 这样子 很有趣 而且其实这个上厕所比较安全 有时候我们集合兵 然后要上流动厕所 你有一个灯也比较安全 所以你们两个是单车的好伙伴 是不是 对 我们很常三晶半夜的时候 就会骑到那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这样子 然后不管是东边西边 我们都骑过这样 那有没有摔过车 或者是这个受伤害过 其实我一直自认为技术很好 所以我是从来没有这种 譬如说人飞出去过这种 但是呢 我有一次莫名其妙受了一个很严重的伤 我那时候买了一台脚踏车 它是没有这种前后避震的 所以老板就有提醒我说 你在过那个 如果你不小心过窟窿的话 你记得要 就是你要站起来这样子 你不要坐着这样子 我就忘记这一点 于是呢 有一次在下大雨的时候 我就想说前面那个坑应该还好吧 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不管 我就这样骑骑骑骑 就过那个坑以后呢 整个这个车子很像是 有水轨在拉这样子 就震了一下这样子 那我起来以后 我那天骑完脚踏车以后 我回到家 然后我就发现 我要洗脚底板的时候 我洗不到 然后我想说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事 然后就也不会特别的痛 然后我想说睡一觉起来 应该就好了 到隔天我还是只能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弯腰这样子 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受不了 我就跑去看那个西医这样子 然后他就帮我照那个核磁共振 结果照出来以后 他就说我椎肩盘的第四第五节 有一点点的那个软骨冲出来这样 椎肩盘突出 对 就超痛 像田田刚才讲说 他骑了四五个小时 这其实这时间上已经算是久了 那大家可以发现说 这种比较运动型的脚踏车 它这个坐垫都是窄的 然后那种休闲型的坐垫 就是宽的 对 为什么 它这个越宽 你的大腿在做运动的时候 你就会越有卡住的感觉 所以运动型的脚踏车 它当然是就坐得越尖越窄 这是第一点 那像你这个应该是要穿车裤了 它这个也有垫吗 田田你把它想做就是你的 没有 一般人不知道 它的侧库后面其实是有一个软垫的 对 整个胯下都有软垫 就像有的女生的内衣 不是垫很凶吗 是啊 是在垫屁股啊 对不对 你就把它当作内裤穿这样就好了 你应该穿紧身裤 因为你的紧身裤会保护你的皮肤 皮肤跟衣服跟裤子之间 不会产生摩擦 那你的摩擦是你的裤子 互相之间在摩擦 就不会是你的皮肤 跟你的裤子在摩擦 你如果穿普通的裤子 像你穿这样的裤子 穿这样 我都穿这样骑 然后都摩擦 对 你就变成你的皮肤跟裤子 因为它是分开的 它会摩擦 那就也会有一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手也很容易长茧 对 第三点是你们的这个 大腿的肌力可能会不足 所以尤其你骑的是 比较偏向休闲的车 就是平靶的 或者是你会 人会容易往后坐 你往后坐 大腿肌肉力量不够的时候 你的屁股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做的话 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像左翰他刚才骑的姿势 你就可以看他人是往前趴下去 所以他利用他大腿的力量 产生动力 他的屁股其实 吃到力量的机会很不多 所以你骑的越多的时候 你的屁股反而越不通 因为你的肌肉力量越来越强大 Eason那为什么 我是会 那Eason也是一样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人往后坐了以后 你在蹬枯落的时候 就是这样撞起的时候 你的身体其实应该稍微立起来 那人要能够这样稍微 平常都是在骑车的时候 就稍微有一点这样撑起来的 这种动作的时候 你的身体才会保持很多的弹性 那你直接撞起你的椎间盘 直接当然会吸收到这些震破 因为有人 像说我们以前有病人是坐船 那船在过那个浪的时候 那个浪这样一敲起来 他人这样敲下去就瘫痪了 脊椎 脊椎骨折瘫痪 那你这个也是类似的意思 那问一下左翰 左翰环游世界的时候 有没有遭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 我最早骑的那个环游世界车 不是 就是不是这种公路车型的 是平霸 然后那时候可能坐垫 就是停留下跌射错 坐垫后一辆太小了 然后我那个 就前前直出不去 我就一直靠着 然后就那时候手腕这里 就有麻痹的感觉 那回来台湾是很久之后才好 之前有在比赛的时候 有一次是整个 飞出去喔 对 前半安全帽着地 我们看一下你的安全帽 就你那一次飞出去 如果不是安全帽保护你 你搞不好就是 我们不在这里 对啊 额头着地了嘛 对 因为他刚刚形容说 你是正面安全帽 直接这样着地 我是整个这样子前空扮 因为前轮已经锁死了 好危险喔 正面垒残垒出 很像卡通的那种摔法 所以脚踏车的伤害真的很危险 先前小S就是这样子垒下去 才会修了那么久 所以这种专业的安全帽 为什么一般人觉得骑车一定要戴 那个跟骑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 是一样的道理 没错 那我们再看一下 你今天的配备也蛮有趣的 你刚刚讲到你的手 曾经有过这个碗跟相关的关节岩 所以这个也是专业的骑车用的手套嘛 对 但是有时候是压迫到神经 这个骑脚踏车当然有专业的这个 脚踏车手套 那他刚才讲的是所谓的 碗隧道阵后群 指的是我们长期使用这个脚踏车 在用前面的这个手掌这个 在撞击这个的时候 我们这里有一条叫正宗神经的这个 经过这个手碗这边很窄的地方 那他经过这个地方 因为你这边常常撞击以后 他这边会肿胀 那他这个正宗神经经过的这个叫做碗的隧道 隧道Tunnel 这个隧道本身就会变小 变小以后这个神经就会发炎肿胀 然后就会麻痹 甚至有人到严重的时候也会到开刀的程度 那除了这个碗隧道 其实还有一种是齿神经伤害 就是说你骑那个公路车你的手 经过这样的动作 那这边的这个神经也会受伤 所以说正确的骑车的话 其实挑到一道一个适合自己的车 然后找出正确的知识 然后完整一个全身的保护自己的配备 是最重要的 好那接着下来要怎么找出适合自己的车呢 验诚 因为就是要挑脚踏车 就像甜甜就是他 你大概就是 你跟Eason会半夜骑 大概骑四五个小时 所以其实当你超过半个小时的时候 就会比较是运动的脚踏车 那这也是刚刚医师有提到的 就是U-bike 因为U-bike是天天在使用的 大概都是三十分钟之内 所以三十分钟之内的脚踏车 就不需要太运动 你穿着就可以一般穿着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受伤 所以我们要回来考虑到 每一个人你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单速车上坡是真的很难上 但是如果硬上去的话 这样不是运动量会更大吗 对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要训练 其实你单速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你的肌肉要用更大的力量才能够踩动 然后你肌肉反而容易受伤 可是我们不容易瘦吗 它的瘦是你烧掉了热量 而不是单次你肌肉的使用力量 所以还是如果你真的要运动 还是变速车 其实要慢慢的 你才能够用得更好这样子 那像折叠车也是 就是Eason选的折叠车 这个是可折叠的 对 可折叠的 那折叠车的话就是我们会在选择 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用到折叠车 因为假设你 像我们有做过一个调查 全台湾路上10台折叠车 有7.9台都没有人在折 请问Eason有没有在折 我没有折过他 我打开来过来没折 这就是大家的一个迷思 那可是这一个 左翰的这一个就是 因为它非常方便可以折 左翰你折折看 这个几秒钟就可以折好 他可以买菜 他可以推着买菜 他好像推车 他刚刚就这样子来录影 然后呢 他就大概 打开就一个动作 哇 就这样 你这台好 超展开 这个就是很快速的折叠车 我的要弄5分钟 所以这个篮子好大 所以像我们在挑折叠车的时候 就看你是不是要通勤 对 像我们在欧洲 你几乎在路上 很难看到折叠车 你在哪里看到最多 在火车站里面 对对对 因为你是要A点到B点 交换着使用的时候 才会用到折叠车 或者是你家是住旧的公寓 没有电梯 那折叠车就会有需要用到 对 那如果是要运动 就应该要去买一台 你真正在运动 适合你的脚踏车 就不会有受伤的 所以骑休闲跟骑娱乐的 就可以骑小折啦 或者有一些婆妈妈菜篮车 反正他只是去超级市场 菜市场买个东西 可是真正长期运动的 J类的公路车 或者是越野车 才是比较专业的选择 对 就像买鞋一样 什么样子的用途 买什么样子的脚踏车 买什么样的鞋 才不会受伤 好 那我们现场的来宾 除了带来他们的小折之外 你们的骑车还有什么配备吗 我们接着下来再来看 好 我们现场这么多 热爱骑单车的来宾 除了自己最爱的单车座驾之外 还有Polo的专业配备 没错 还有铃铛很重要 我的铃铛有特别粉红色 因为我觉得很多路人 他很需要我们用铃铛 告诉他说我们要骑过去这样 对 然后另外一定要 就是我的防风的衣服 然后防晒 然后重点是要跟脚踏车 一定要有一样的配色 那另外呢 我说我很在买灯 就脚踏车灯之外 我身上也要有 所以晚上骑车的时候 会有戴这个 它会亮 在身上亮 而且也是粉红色 对 也是粉红色 有配 对 那另外有时候 空气比较脏的时候 一定要有口罩戴着 也是粉红色 对 然后因为一个人 骑脚踏车的时候会无聊 所以呢你一定要听音乐骑 听骑手歌是要带骑多久 也是要粉红色 然后另外呢 有时候 背粉红包 对 要背粉红包 里面要放一下钱啊 干嘛的 对 就是这样 我整个配备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停红灯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我 好 那看一下你的配备 你有哪一些基本配备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夏天了 所以夏天的时候呢 你骑车 你觉得好像有风在吹 不会那么热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 你回到家 你那个整个脸脱皮 是要受不了 所以我就发现一个 太专业了 防晒的超级法宝 你知道这个有多好用吗 是彩茶姑娘 最好是在对你的骑 是彩茶姑娘 对 彩茶的 头也不会 真的耳朵也不会晒到 然后鼻子 嘴要全部都hold住 包括你的脖子 那你就会晒出这一条啊 你就刚好戴一个墨镜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而且他菜市场就买得到了 这真的是骑脚踏车人的这个 这是人家那种 自胜宝物 这梦辣鹅子的阿姨在掛 对 然后如果你 有一些地方骑摩托车 有些阿姨也会戴这个 对 也会啊 但是很少年轻人 能戴这个 对 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太高调 你的这个尺度有限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头巾 这个头巾呢 其实它也有 它也有很多种功能 它是可以 你这样子的看得到路啊 对 它是可以 譬如说它是可以 一样是防晒 然后防那个封杀的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把它往上拉的话 因为有时候我们骑久了以后 流汗嘛 流汗了以后 你的那个汗珠 就会一直滴一直滴 然后就会让你看不到 以前方的路 所以它这个呢 其实可以吸你的汗 你这造型蛮帅的 这还不错 这还没错 所以这两个是 你基本的小物跟配备 对 是骑脚踏车用的 那我们看 Polo的还有什么小物 像我会戴心跳表 哦 心跳表 它那个没办法 它会这里有一个 AMT感应的 在我这里 等一下你的身体 可以感应心跳 这里有一个 欸田你看 他们穿专业单车裤 他还绑一个这个 里面是裸体吗 里面 不是 他绑一个要感应他的心跳 重点都跟人家不一样 手表这里要感应你的心跳 对啊 这个就可以看得到 我现在的心跳的区间是什么 我们来看准不准 现在吗 对 你越靠近他越跳越快 对啊 我就想试看看啊 真的很快 是吗 我感觉心跳停止了 没有 我会帮我弄掉吗 好了 125 125 你现在还加快 128 130了 你对我心跳加快 这个好这个好 他就怕你对他干什么 被撞在这边 紧张死了好不好 然后你会有专业的 袜子鞋子车衣 我会压缩腿套 好 那听说这种衣服 都还防UV 防晒对不对 对 然后他还有口袋 口袋在后面 那你后面要放什么 这个嘛 他有这个笔记本 手机 要放手机 补给放 他今天是还有我们的 麦克风 麦克风 手机 好 所以这个是Pologi的配备 那艳诚今天拿这个是什么 我们来是丹麦时尚安全帽 好可爱 这个我愿意 就是因为很多人 他不喜欢戴安全帽 因为太运动了 如果做成这样的话 就愿意戴啊 对 因为一般的衣服 就是戴起来就是不好看 没错 这里头骨子是安全帽 造型是一般的帽子 他造型就是仿马术 骑马的马术帽 还蛮好看的 然后有非常多的花色 颜色可以选择 我觉得跟你的小桃红也有配 对 可以 跟你今天的衣服也有配 这不错 对 还不错 那这个就是让你跟你的脚踏车 跟你的服装 全部都可以搭配 对 它也可以配色 就不会 你全身穿得很漂亮 然后结果用了一个运动比赛的帽 就不搭 对啊 好 那朱医师带来 朱医师是真的有玩山铁 有在一起的 你看他带来专业 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卡榫的卡片 他会跟你的踏板 踏板这里可以卡住 如果是你的车的话 就可以这样子卡住 像它这个就是碳纤维底的 所以它整个是硬的 它让你踩踏的时候 你的效率才会更高 来 那你还有什么配备 那这个是 这个是 当然是眼镜 就是一定要戴眼镜 因为这个年纪大了这个 好帅喔 直接减十岁 这个晒太阳眼睛会不好 而且大家都知道说 紫外线会造成白内障 尤其是年纪越大 你再一直晒一晒 其实对眼睛不好 那以后就可能要换那个水晶体 人工水晶体 好 那朱医师也有一个Polo 感觉是小的 你知道环保袋 我们女生有的时候那种出门 带一个垃圾袋环保袋 结果他跟我说是风衣 好方便收纳 这个是真的就是挡风的 对 这是风衣 而且也可以防太阳 甚至有些是防水的 那他觉得最大好 就是他可以塞在像这个 车衣的后孔袋里面 直接塞在里面 那他在收纳的时候变得非常容易 因为他这有个袋子 直接 对 这样子就 直接可以再一只收一只收 就可以把它收到里面去了 通常是下坡的时候会有风 对 你下坡的时候 尤其你下坡的时候 你没有再用力 你的其实又流汗了 你可能需要一些温度 要把它保护一下这样 你在下坡的时候 你身体一般都是尽量伏低 然后抓紧你的这个刹车 那如果说你没有把握 或对路况不熟悉的时候 尽量还是放慢你的速度 对 我朋友他们就是一起去骑车 而且因为通常你这样先骑下去 你会自然而然就先骑 那你都过一下才想说 奇怪什么没有跟上 那你再回去看的时候 就已经 摔在路边站不起来 结果就是手跟脚都已经骨折 然后后来就叫救护车 来把它带走 其实蛮危险的 所以讲话车真的要安全要小心 而且有很多人 男生啦 男生比较多都会耍帅 他们在骑的时候手就放开 他们觉得这样很帅 然后还会自拍这样 我觉得超危险的 其实还有那个 很久没有骑的脚踏 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看了这个节目 想到仓库里面有一台 你今天就拿出来用 其实你很久没有骑的脚踏车 你一定要给专家们 就是比如脚踏车店 先确认一下 因为我自己其实出过这个问题 我就是很久没有骑 然后我就想说今天来骑一骑好了 我那时候就是从 大概就是从台北一路骑到天母 骑到一半的时候 骑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螺丝就松掉了 然后就跟左翰刚刚讲一样 前轮锁住 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没撞到人 没撞到狗 没撞到电子感 就整个人就飞出去 尤其就是刹车的部分 你那个时候会失业 会不会是 对啊 会被撞到鬼 你那个时候飞出去的时候 坐在地上 我想说发生什么事 那就真的抓交 对 那幸好没有被车撞或什么 其实那在马路边是蛮危险的 那刚刚讲到 骑车除了专业的小物配备之外 我是今天录影 我才知道U-bike可以调 那验诚 因为有的时候一整排 它会有 有些会撞歪 有些会有高低 我都是自动 比方说感觉这一个高度 感觉好 感觉 感觉它可能是接近 感觉它可以接近我的高度 然后就感觉这一台会比较OK 比较顺畅 所以你都等很久在那边选很久 对 我也没有你的高度 你就在那间盘 我就是那一种 会一整排 刚好看一轮 然后看一轮 感觉这一台比较OK的 对 那这里是可以调的问题 对 就是在这边正好是一个 可以拉把 然后让我们的座椅上升跟下降 对 但是我简单讲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大家通常很习惯 都直接坐在座垫上 对 对 脚要踏在地上 对 哪有问题 感觉会比较安全 对 可是这就是重点了 你们看以前妈妈 骑脚踏车怎么上车 都很高的 就这样 对 但是他们骑的是最正确的方式 椅子调太矮的话 你的前膝的力量 会使用过度 会比较更容易膝盖痛 对 就会有更多的问题 脚要踏在地上 对 哪有问题 感觉会比较安全 对 可是这就是重点了 你看当我们这个 朱医师一定会知道 就是当我们踏板 脚放在最下面 脚是这样子弯的时候 其实你的膝盖就会受伤 因为你没办法 整个很顺的下去踩 那我们长时间 十分钟就会不舒服 就你这样子踩 我们通常都会请所有人 就是客人或是使用者 站在旁边 然后我们要把最正确的高度 我先讲最正确 是要拉到宽骨的位置 太高了 屁股是宽骨 我先讲最正确 其实还要再高 当我踏板下来的时候 你看我还是弯的 我还是弯的 所以最正确 也不能全部打直 因为打直就像朱医师讲 没有让它有缓冲的力量 对 所以最正确的是要弯一点点 微弯 可是你弯一点点 你看我的椅子就已经到我的宽骨了 宽骨了 对 所以你们看以前妈妈怎么上 妈妈骑脚踏车怎么上车 都很高的 对 就这样出去 但是他们骑的是最正确的方式 最正确的方式 你让你的脚踩下去 才会很顺的整个力量这样出下去 就会像你在骑公路车 骑运动的让你这样圆的 这样子打圆上来 所以脚踩不到地是没关系的 对 但是这是要慢慢练 好 谢谢艳成的介绍 那接着下来 朱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脚踏车有好几个 包含颈部 包含手 包含腰 包含臀 都可能有运动伤害嘛 对 有一次我要去医院开刀 我就骑车子到医院去 骑车子到医院是 从台中骑到脏话 有一段 有一段 骑多久 30公里 大概骑一小时 就是 一个小时 对啊 有一阵子 有一阵子就很想 就有点运动狂 就 可是那次我运气就不好 就骑车就摔了 就撞到这个锁骨 这个 摔车 对对 肩手关节就有点受伤了 那其实很多人来 都是锁骨都断掉了 或者甚至公骨断掉了 所以其实 骑车安全性 真的是要很重视 那第一点 我们还是希望说 观众还是尽量都能够 一定要戴安全帽 因为如果你没有戴安全帽 你可能就头部外伤 你可能就死了 如果你有戴安全帽的话 会减少50% 不是说你戴安全帽 你就可以随便起 就 是说你会减少50%的死亡 而且 以我们骨科医师的立场来讲说 如果你有戴安全帽 你就有可能骨折 那我们就还有机会救你这样 如果你没有戴安全帽 你可能 你可能多次骨折 可是你就戴 你的头大概就 就没有办法再处理了这样 尽量就是这个姿势上要稍微 那我让这个左翰示范 然后 我来跟你讲一下 我让朱医师帮忙提醒大家 有 从头到脚 几个部位要特别小心 哪里会运动伤害 像这种弯靶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有多种方向可以握靶 就是它可以握在这里 就上位 它可以握在这里上位 然后它也可以握在这个刹车位 刹车位 对 或者可以握在下把 在冲刺的时候就是握下把 那你握下把的时候 当然就是人这个会更弯曲 那你的肌肉力量要更大 更你的柔软度要更好 你才能够一直做这个动作 那不然平常都要比较轻松就是握在上把 是 对 那可是因为我们也常常要有刹车的动作 所以那时候有危险性的时候握在这个刹车把这个地方 那第二是背在弯曲的时候尽量不要说挺得太直 然后这个手背要有薛尾的弯曲要保持某种弹性 它这里有点小微弯 对 这里要稍微微弯 这样才它这个才有一个弹性 才不会说不要这样打直 然后这样卡住 那你这个变得太直 这都是不对的 然后人要稍微就是你要觉得 你不要一直觉得说你的屁股是坐在你的这个椅子上 你要稍微觉得你的力量都要吃在你的腿上 当然你要有足够的力量你才会觉得你的腿吃在 你要是累的话你当然是尽量往后坐 那这样才比较 第二是像说要过弯的时候 你的过弯尤其是你的速度很快要过大弯的时候 你的右脚 右脚要是必须要在上位的 所以往右边是右脚上位 因为我们右弯的时候 这个夹车往回右方倾斜 如果你的这个脚是在下方 假设你放在下方 可能这个它万一有稍微有突出雾或者什么 你的身体是摆向这边 会打到你的这个 万一你打到踏板的时候 人就会整个飞起来 像我那一次就是 我那一次就是这样飞出去 然后就摔到一个非常痛 然后结果爬起来还要把车子牵回家 然后再去开车去 去开刀 那再来膝盖的部分呢 那膝盖就是你的位置要调整好 否则你会因为这个膝盖的这个 你比如说你椅子调太矮的话 你的前膝的这个力量会使用过度 会比较更容易膝盖痛 对 就会有更多的问题 然后也一开始说希望还是 要把这个身体上 把它拉开来 然后再来开始起 会比较好一点 那做一开始的暖身 如果它起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下来 肌肉还要不要再伸展或者是拉筋 有人会做一些伸展 所以你会常常看到有人就趴着这个车子 比如说 怎么趴 比如说这 不是说有人会做这个趴着车子 再做一些那种 这样啦 你会看到那路边会有一些人这样 拉筋 就是 就是 或者是像你在车子上 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动作可以做 你可以做一些 哪些动作可以做伸展 像他这样对 他们会做一个像这样的动作 一些伸展 对 等一下你先定格刚到那个位置 这时候非常标准的那些车手 他们在长期骑乘的时候会有做一些 因为他们又舍不得下来这样 所以他那个位置的角度 几乎是90度的角度 他会做一些伸展 不要让身体固定在一个同个 同个位置固定太久这样子 然后这个每个这变靶 都有一个动作可以换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比较 当然不是说这样就这样伸展 这样车子可能就会遇到危险这样子 对 好 谢谢朱医师的示范 谢谢 好 炼臣接着下来帮我们介绍 几款非常有特色的欧洲车 Eason 这个感觉是带两个宝宝 这个是真的 而且它的造型很 它造型很未来感很科幻 对啊 而且这还可以挡风 对啊 这个是专门荷兰 在荷兰丹麦 妈妈专门载小朋友的脚踏车 它可以带两只小朋友 前面一只 后面一只 如果小朋友放在这里的话 不是就挡住路了吗 所以这个是要比较高一点的 你来啦 真的 我就对了 那这只能载小孩吗 大人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你看 它可以猜 像你会看觉得很大 那是因为荷兰 尤其是都是妈妈 荷兰女生 平均173公分 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尺寸 那当然我们亚洲 就要骑比较小的尺寸 所以我们在欧洲 有一些电影画面 看到妈妈带的小孩 就是这一类的基本款 好 那接着下来甜甜这一款 感觉是要带宠物出门 对 除了后面带宠物 然后前面就是最近最流行的野餐 对 就是可以放很多一些宠物 现在是放玩具啦 但是这个很方便 就是可以直接 野餐栏 带狗狗然后去野餐栏 带野东西 之后直接拿起来 好方便喔 对 直接拿起来 就可以直接带这出去 这去拜拜 放水的 对 很方便 验诚这个也是 夫门还带酒 对啊 带假钞还带酒 而且你这样会迎警察来酒册 就是这个就是 我们讲假掰嘛 就是要野餐的时候 除了藤兰要吃的 当然还缺了一个喝的东西 所以当然我们这一次是来做效果 让大家知道 原来可以放饮料 你可以放水壶啊 不一定要放红酒 对 那我们像刚刚 昨天有讲我们在骑脚踏车 不管是运动比赛 应该是骑长途 也都不会把背包放在身上 所以欧洲有非常多的包包 你看起来都是一般生活上的公式包 对 或是出去买菜的包 可是每一个的包包后面 都会有扣子 甚至按扣 直接任何脚踏车的货架 全部扣上去 然后你就不用负重的骑脚踏车 但是一定要 但是如果小偷要抢劫 直接拿进去 所以我要讲要放在右侧 为什么 因为我们骑脚踏车都是靠右边 机车跟汽车都在左边 那像这个是基本款 顶级款的还有按扣 让你直接拿不起来 防锁 对 防锁的 然后再来是 我们现在满 大家满喜欢用的就是 大家都会有手机嘛 导航嘛 所以我们看这个手机是可以直接拿下来 它就是我们的手机壳 然后你还可以直接看电视 骑车无聊还可以看电视 当然这个是安全 这个是回家 可以放一片 或野餐的时候再看 所以你可以马上直接这样子扣上来之后 导航 对 那个是灯吗 这就是复古灯 复古灯 真的会亮啊 LED的复古灯啊 所以很好看啊 很好看啊 然后再来是铃铛 一定要 这叫 叮咚大铃铛 那重点是什么 因为你要让人家听得到嘛 对 那又不能太尖锐 所以你只要另一声 前面五公尺就散开来了 对 这是安全的东西 好 谢谢任成的介绍 谢谢 好 黄医师最后要提醒大家 骑单车虽然是健康好生活好运动 可是也要特别小心 这个绝对不要这个 你好像想要减肥 就马上第一天就运动伤害 那你后面就不用讲了 所以如果今天你希望用自行车 当作你减重 或是稍微让你的身体 比较强健的一个方式的话 我们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提醒 譬如说骑车之前你要吃的东西 应该是少量的碳水化合物 因为你怕你血糖太低 在中间的时候你会昏嘛 那骑完车之后 尽量吃稍微蛋白质 稍微多一点的 可以补充你的肌力的部分 OK 那第二个提醒大家 一定要喝水了 你看我们不管是 任何的制裁的比赛 大家都是不断不断的补充水分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为了要破纪录 最后那一关的时候 他就想说 我就不要喝水了 浪费时间冲啊冲啊 冲过终点线 他就脱水倒地送医急救 然后还全身失禁之类的 那事情就非常的难看 所以补充水分 那补充水分的量 也不用太多 一个小时大概500cc左右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的天气 特别热的话 可能要再多加一点点盐巴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你如果希望你能够 持之以恒 达到减重的目标 要骑多久呢 每天大概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 中等的速度就好 也不用想到要竞速 差不多让你的身体的热量 有消耗掉 而且有有氧运动的状况 就可以达到你减重的功能 好 谢谢黄医师喔 谢谢 也谢谢各位来听你的分享 希望单车的生活 也丰富观众朋友的能生的风景喔 我们下次准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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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